记者赖小彤新北报道 两年一次 2018新北市美术家双年展 今天在新北市艺文中心举行开幕茶会 现场聚集近200位老中 新三代艺术家展出十大艺术类别 共400件作品 横跨八个场馆 其中展出李石桥大师经典画作 象征艺术传承 副市长吕卫钦表示 新北市美术家双年展 是一个艺术交流平台 无论是前辈还是新锐艺术家 不限创作媒材 都可在此展示 观摩及切磋 今年展出李石桥大师经典作品 象征艺术传承 此外 市立美术馆目前如火如荼推动中 期待完工后成为艺文的新故乡 展览代表苏县发表是 新北市地理环境优越 像是万里 巴里 平林 野流等地 提供艺术家满满的创作能量 成为日月艺术家的摇篮 艺术文化是一个国家战力的标杆 艺术家的舞台就是展场 需要政府和民间共同支持 双年展对艺文界别具意义 文化局局长林宽裕指出 新北市美术家双年展迈入第十八届 类别包括油画 水彩 水墨 书法 传客 般画 摄影 陶艺 雕塑 复合美财等 并同步在新北市艺文中心 美丽永安生活馆 新庄文化艺术中心 英歌陶瓷博物馆 市立图书馆 青殿分馆 仕途淡水分馆 仕途卢洲极弦分馆 吐成艺文馆等管事展出